美国的F22战机已经都飞抵了菲律宾 所以这代表接下来的南海局面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说美国自己兵推 跟国防部也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还缺一点点 登陆的这个周见 所以认为那现在只要用贺阻的方式 那贺阻最便宜的就是 派两家飞机到这里 派两家飞机到那边 形成好像一个战略的一个包围网 那菲律宾基地还要 猴年马月才把它盖出来 然后你是整个连队 几个连队进驻 那才形成战略 你飞机是进出最快的 今天把B-52战略轰炸机 B-1 B-2往那边一摆 你摆归你摆 跟你形成真正的威胁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说 我已经退出第一岛链以后 我不甘示弱了 我就把火力前推 兵力后撤 兵力后撤就不要伤亡太多的人员 火力前推呢 飞弹前推 你看所有岛链上的小岛 它都步上飞弹 什么滨海战斗团 这个F-22到菲律宾 都是搞这个 其实连澳洲的核能潜舰 也把它算上了 对不对 这个我讲的是有点虚张声势了 虚张声势 你现在马上发生三五年之内 它的部署都不会产生重大的威胁 你该输的还是输 你该伤亡的还是伤亡 除非十年以后 你能够拦截了东风 拦截了巨浪 那战略平衡 何止战略平衡 又失衡的话 你还可以大气一点 现在我看十年之内 美国要想在这边用 纯用军事武力 来维持它的霸权 已经不太可能了 可是目前我看到 美国和菲律宾的动作频频 就是美国和菲律宾 现在是进入了一个 全面合作的关系 我请教亮哥 小马可是究竟 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不是刚刚才访问了北京吗 结果一转身 结果又跟美国搞这个 因为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 在马尼拉会见了 菲律宾国防部长 告诉媒体 美国和菲律宾会尽快宣布 要新增四个军事基地所在地 这个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上个月才批准要扩大 2014年的美非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而且新增四个军事基地 听说会逼近巴士海峡 其中有一个岛 逼近巴士海峡 初期美国投入的经费 因为大概只有六千多万美元 事实上是很有限 那当然要看那个基地的使用目的 因为美国跟菲律宾是有防御合作协议的 所以加上这四个岛总共九个岛 事实上这个我认为还好 重点是它的功能 比如说它是要做永久的 比较驻守兵力比较大的一个基地吗 事实上据我了解美国目前在菲律宾 它事实上驻守的美军人数非常少 非常的少了 可能不到两千人 人数非常少 那你要看到未来的工人 如果说是做侦查 这是不可免的啦 那难道你要长期停泊军舰吗 然后要把陆战队搬上来吗 现在没有看到这种计划 那菲律宾基本上是很清楚 它不要被卷入台海战争 所以我并不认为 小马可是会毫无限度的去配合美国啦 可是他们本来就有一些联防的东西 比如说有肩并肩的海上演习啦 军演啦 那历年都有啊 本来就是 而且菲律宾的军方确实跟美国比较熟啊 这也是事实啊 所以我是觉得它在拿捏啦 这个其实大家不要惊讶啦 东南亚很多这样的国家啦 比如说新加坡 新加坡也跟美国做联合演习啊 对不对 那它买的武器也大部分都是美规啊 对 那你怎么不去认为新加坡是倒下美国呢 事实上就没有嘛 因为新加坡在政治经贸上有很多还是偏向中国啊 那我觉得菲律宾也是如此啊 可是军事上 军事上它无论如何一定要找一个 跟中国不一样的力量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我觉得是东南亚国家的两面玩法啦 而且历史 这个是历史留下来的 因为它就是这个美国的双边的防御合作伙伴之一嘛 那新加坡虽然跟美国没有共同防御条约 可是本来在军事上就是亲美的 这个短期内也很难改变啦 那比如说泰国 泰国现在跟美国也是有例行的演习啊 可是泰国大家都知道它的军方跟中国也非常好啊 就是这样啊 可是亮哥我们看到大陆外交部副部长啊 22号到24号要访问菲律宾啦 所以感觉起来就是出手要降温了嘛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觉得事实上我还看过胡锡进写一篇文章公开的啊 他说对于菲律宾目前的这种选择 他是可以理解的 我不认为中国不知道这个情况啦 那具体就是看菲律宾做到哪个程度啦 如果说他让美国在这里装飞弹基地 那就是就红线了 那如果说他的陆战队上来 那就看你的兵力的数字啦 然后还有跟台湾是不是也进行联合演习 那我觉得他有会有一些具体的红线啦 那目前并没有看到 好可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美军新条期报的报导 美国空军F22战机抵达了菲律宾马尼拉 同时展开部署 而且进行了相关的训练 当然展现了这个美飞持续巩固的军事合作关系 刚刚我有特别请教帅将军 那同时呢 还有美国驻马尼拉使馆说 美国太平洋空军两架F22战机首度降落 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 重申美方这个美飞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 所以不排除先进机会常驻印太地区 那么在这之前是什么 是冲绳啊日本航空自卫队去年底 也曾派遣两架F15J战机 前往克拉克空军基地 展开了相关的部署任务 而且冲绳美军 全面进驻这里就是要跟这个 对抗中国大陆的歼20展开了一场 全面性的对抗战 确实啊 其实美国当然在全球 它是有它的一个优势 但是在印太地区的话 中国事实上是有地缘上的一个地利 所以每次美国的这个兵推来讲的话 美国都是以这个败来收藏 最主要就是其实中国 因为有这个地利之变嘛 那中国的这个歼20 现在就是说 它事实上也已经相当的一个成熟 在印太地区来做活动 所以美国为了要来平衡这样一个军力 以及就稳定它在这个盟邦之间的一个军心 所以它也必须要把它的F22 在这个地方来展现一下 来平衡 表示说美国对这个地方 还是有很强的这个防卫的决心 以及跟中共抗衡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势力的力量的一个展现 好 崔将军是有要补充是不是 我跟各位讲F22只是空对空的战机 你要形成战力 你必须要有F35B 然后再有大黄蜂或者是新发展的飞机 还有轰炸机 整个成一个联合编组 你才能形成战力 你这么两架空战机来有什么用呢 而且菲律宾跟它的军演是毫无意义 因为菲律宾的部队素质太差 太弱 装备太差 菲律宾只能贡献土地 对 其他 nothing 对 所以这些22来去 各位都不必放在心上 还有提供粮食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玩虚的 前一节我就跟你讲了 菲律宾这只能玩虚的了 对 美国也是虚张声势嘛 飞机进来容易 出去也容易啊 搬陆军上来 撤退都很困难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 看这个东西 第二个就看 距离 你要参与台湾的作战 对不对 你第二岛列飞过来不及了 菲律宾也许近一点 对不对 你顶多说对南海那边有重大威胁 对台海作战都产生不了严重 的作用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